行政院顧問丁怡民被爆出五月 已經接種AZ疫苗 引發了特權的疑慮 行政院則表示 丁怡民符合第二類中央防疫體系的一環 衛福部長陳時中也表示 經常需要和丁怡民一同來開會 另外有前立委爆料AZ疫苗原廠 在去年曾經接洽臺灣代工 陳時中則回應 因為對方當時要求三億劑 數量龐大 最後才沒有坦承 疫情嚴峻 但疫苗供應有限 近日屢爆出特權插隊打疫苗爭議 傳出回國擔任行政院顧問的 前行政院發言人丁怡民 今年五月中已經接種AZ疫苗 引發質疑聲浪 行政院表示 丁怡民屬於第二類中央防疫體系一環 現在應該是行政院的顧問丁怡民 您最近一次跟他開會是什麼時候 我經常跟他一起開會 這有沒有相關的特權的疑慮 因為我們在第二類 還有列著中央跟地方的防疫人員 立法院十號臨時會審查紓困四點零預算追加案 衛福部編列疫苗採購費用兩百六十七億元 藍營立委抨擊 前附了卻拿不到貨 前立委郭正亮指出 AZ疫苗原廠去年曾經找過台灣代工 但最後卻破局 陳時中表示 因對方希望至少代工三億劑 遠超出我方預期一億劑 台灣產量有困難 最後才沒坦承 面對立委追問疫苗價格 陳時中表示有保密協定 從去年九月底開始到六月為止 我國疫苗採購簽約已經達一千九百八十一萬劑 陳時中也坦言確實比較難掌握進程 吉野車市民張哲嘉郭才燕成博玉台北報道 陳時中寫本 陳時中 our 賀誕 我們